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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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來韓國吃過前三名的東西 他正在幫我裝袋 我覺得 看我買得多 而且塞進一槍了好多喔 超好運 現在才第一家 這裡已經全滿了 怎麼辦 我們再買一個 Good morning 大家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然後我剛剛早上起來呢 快速的整理一下頭髮 等一下呢 好像可以來拍一個 保養的步驟給大家 看一下我怎麼 保養一下我的皮膚 感謝Fella幫我們叫了外送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我們要化妝 等一下 這個素顏根本看不出來 謝謝 皮膚超好的 昨天買太多東西了 開心嗎 我看妳睡得很好 開心喔 好 等一下我們要 出門逛街囉 今天我絕對是會推請妳想出門 好的 好的 Good morning 大家 我們剛剛吃完早餐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出門逛街 然後我昨天睡覺前 我看姊姊在那邊刮臉 欸身為刮沙小達人 我竟然不知道 我不太會刮臉欸 我就只知道刮下二姓 No 欸我先講一下好了 應該會很多人好奇 我們倆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之前 然後來韓國工作的時候 姊姊是工作人員 然後後來我們就變成好朋友 所以這次來呢 我就是來找她玩 Yeah 因為她現在已經嫁來韓國 當韓國媳婦囉 這次你知道 除了美食啊 然後保養 一整套整個韓系的 我要學回去 好 她說要在刮沙前 要先敷臉 一定要先敷面膜 但是我們的面膜 不是說那種 厚重式的面膜 是抽取式 我知道你很愛那個啊 日本那個我超愛啊 我跟你說這款 我覺得比日本那款好用 她是完全很飽水 真的假的啦 因為我們都是乾肌啊 那這個也是快速的嗎 快速 所以多敷五分鐘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直接用她的 整套 直接用我的 而且她很sweet是 真的欸 那個小夾子 所以你就不會 那就夾一片啦 她是這樣子抽取了 OMG 我跟你們講 抽取式面膜 你在上妝前用 你的妝會變超貼 不貼到爆 真的 她很香欸 她這個是有 楊長春藤的成分 就是那個Mute Touch 獨家的成分 然後她是比 積雪草在溫和 可是鎮定程度 多三倍 她很薄欸 又薄又保濕 欸我跟你們講 我是很愛敷臉 你們知道我是 早晚都敷臉的人 欸你不可能臉這麼小 你臉這麼衰欸 你臉這麼衰欸 OMG 面膜控大HAPPY 舒適 我第一次出現在你的頻道 就像大樹也是合理的嗎 合理啊 我們就這麼real啊 你們知道嗎 我喜歡很薄很薄的面膜 然後 精華液要超級超級多 它超多 我跟妳說 妳這樣子擠它是會擠出幾塊 在韓國大家吹頭髮的時候 都會敷這種薄的面膜 真的假的 因為妳在吹頭髮的時候 那個熱能 熱氣 會把妳肌膚的水分帶走 妳就會 妳要大聲什麼啦 欸那這個超級式面膜也是 就是除了妝前可以用 都可以啊 都可以 我覺得我要團過回去 就是一種快速保養 而且 因為有一些片妝面膜 它裡面其實會加黏醜劑 對 其實對的肌膚不是太好 有一些它是會 我就是喜歡這種水狀的 所以只要在韓國的那種 idol化妝師 對 他們在上妝前都會先敷這個 天啊 就讓妳的妝更持久 好 如果差不多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拔掉了 可以拔掉了 可以啊 我收得耶 我感覺它還很水耶 不要敷太久 在五分鐘內直接拔掉 好 不要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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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臉 日燃透光 欸超水潤的耶 我的天啊 你在開玩笑 欸最後你請你直接送給我 給你給你 帶走帶走 你說我本來也是超級乾肌 比你還乾 真的假的啦 是可以靠後天保養 去改善你的膚質的 重點是 因為我就是很追求含妞那種水 透光 我就是喜歡那個 皮膚看起來很水很飽 重點是 有沒有 它不黏耶 好下一步下一步 這就是昨天 重頭戲 重頭戲 我跟你講 我已經用了十罐油 因為這個是乾肌救星 而且它完全不過明 因為我是很容易敏感過敏的人 尤其是乾肌很容易過敏 然後它是完全零酒精零香料 然後也是剛剛我說那個 楊長春藤鎮靜的系列 用上去會跟底妝打架嗎 完全不會 OK 真的完全不會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容易脫妝的人 你現在不准再介紹 趕快教我 沒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要刮沙 我跟你講這個刮沙版 他還送我一個刮沙版 因為在他的行李裡面 立刻拿出來我說我要粉色 我是不管你去哪 我都會帶著他 辦公室也有 像我們這種色觸 每天就腦壓很重 你立刻拿出來 而且我就問他 我說為什麼你要這麼勤勞刮沙 早晚刮 他說你整個臉的氣要通了 你整個氣色才會好 他氣色看起來真的很好 我說我黑眼圈 他說有救 所以我現在立刻學 我以前黑眼圈也超深的 你不能只說你黑眼圈深 你就只刮眼睛 你要刮整個臉 你整個氣通了你的氣色就好啊 你要刮沙的時候 你臉一定要上購乳霜 可是乳霜又不能太油 對 但也不能太水 要剛好的 我們就這樣挖 差不多這樣 就是盡量不要讓臉有摩擦 他這個感覺很舒服 舒不舒服 就是水水的 首先呢 因為這個刮沙有六個角 我們先用這邊 我刮沙的方法 我有自己一個獨門 因為我是研究中醫 研究處理一套 他說你刮沙一定要從上往下 你要先這樣子 這邊 然後刮你的額頭 刮十下 不用太大力 等一下刮刮會睡著啊 你看已經紅了 一紅就表示我們氣血不好 真的欸 欸我有嗎 而且我們沒有很大力 我超輕的 因為我沒有被人怕痛 真的欸 這邊好紅的 然後接下來呢刮眉毛 這裡 其實像我們拍片啊 每天不是一直看手機 看電腦這邊 眼藥會很高 超酸 有時候很酸但是很爽的感覺 最重要的來了 這邊有很多淋巴氣質 這裡嗎 眼下 對眼下這裡 有沒有感覺要一顆一顆的 有 氣結嗎 有欸這裡 你看我超紅 我其實刮很輕 刮十下酸 稍後我們拿這一頭 刮 看上去 欸這碗是這個刮沙板很好 很舒服 好酸喔 接下來 然後這樣子 往上推 髮令環 掰掰 天啊我覺得我最近髮令環也是有點神 這邊 這邊 是有往上的感覺嗎 有啊 我跟妳講妳還沒刮到這欸 等一下 不是因為妳知道我的臉是有點不對稱的 我這邊還算是比較垂的 它現在看起來 可是這邊像比較近 對 我這樣刮上來我這一塊整個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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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很像那種柏油露的石頭欸 你要打脫你的氣節 你的身體才會好 喔這裡 這裡超級酸 推 往下拉 這個就是淋巴 因為我不是說我們要從上往下嗎 對 你先把上面的肺氣物 全部這樣推下來之後 從淋巴這邊把它排掉 你這樣刮多久了啊 因為我說真的 一年多了 我直接看到你我覺得你氣色會變更好了 有改善 對 我開始刮它之後真的有改善 因為它很白 然後但是之前感覺比較沒有血色 對 大家看一下我這邊整個提上去咧 對 我這裡整個很緊實欸 外腕覺得這邊很熱是正常的嗎 正常的啊 這裡 這裡整個半邊很熱 正常的 因為你現在整個在血液循環 對 然後你等一下氣色就好了 就是有一點像運動完那種 跑步完那種熱 欸但我們真的沒有刮很大力喔 而且它這邊啊 你還可以按頭皮 只是因為現在有乳酸 我通常睡覺前都會這樣子 把頭皮的 欸這一支多少錢啊 譬如說這樣套起來一千出 這個板子 我建議大家 你們交換禮物要不要送這個 一定要 因為你與其送一些就是大家不需要的東西 欸這個東西是真的讚 好的東西我也不會推給大家 真的 它從我以前就很刁欸 而且它很直接 你知道雙子做 我就說欸那個什麼什麼 感覺好不錯 他說那很難用 那好吃 那不要 我說喔 好喔 你就會老 長皺紋 最後結束就是直接這樣子 用這一面 就是讓你的這個毛孔 說起來 認真說 我覺得這是我頻道有史以來 我第一次用我就覺得amazing的 應該有前三名 我是說真的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上妝嗎 上妝之後我們就可以差不多出門 耶 告結 妝 妝不漂亮 完全取決於你的底妝塗得好不好 所以韓妞在用底妝的時候 是真的真的真的 吐很久 對 我結婚那一天 我光底妝塗了一個小時 我跟你講 因為我上次不是有去那個韓星化妝室嗎 它那個底妝上超多層 可是上完超透 因為它要慢慢的一層一層 然後很薄 每一層都很薄 他們說最近韓國很紅這個 但是這個 連台灣都超紅 對 但是我看這個討論度還蠻兩極的 就有人說超級好用 對 然後也有人說覺得很普 所以呢 我不知道喔 我們來測試 大家看它其實是網狀的 然後就這樣子輕拍 輕 輕拍 抱歉 如果你壓太多 不用擔心放在這裡拍一拍就好了 輕拍 把多餘的粉弄掉 這樣夠重點 我壓一下之後就會這樣子 我要它很薄 喔喔喔好不能直接拍上去 對 天哪 欸真的很薄 有欸你現在已經水光了 你給大家看你的顴骨 你看這裡 遮瑕度我覺得還可以欸 欸底妝好了欸 就是這麼快 而且你看你的額頭 你現在整個臉頰 超亮了 已經是水光了 可是不是看起來很油那一種 口紅 還是用我這支好了 我現在 最近超愛的這支 像是推薦的那個 菜堂的 是超美的 你知道嗎 它是比較霧面的 但我這一次來韓國 一定要買到漂亮的水光唇釉 一定有 你已經有名單了嗎 蛤 超過的 真的假啦 欸我跟他們兩個出來 我荷包真的不飽喔 欸我跟妳出去我才不飽 但我告訴妳我不孤單 來妳看 好煩欸 這什麼東西 你看 出門他們要帶我去吃飯了 耶 哇 後面有幾個帥哥來頻道不利 欸他還對我鏡頭 說嗨 現在呢我們要來吃一家韓式的火鍋店 這是俠布俠布蒜蒜鍋的意思 跟著兩位弟陪順沒錯 好香喔 天啊 第一次吃韓國蒜蒜鍋 Oh my god 我是菇的狂熱者欸 哇 第一次吃韓式火鍋欸 哇 這個湯是好喝的嗎 很好喝 好香 他現在怎麼香到表面 好期待喔 他們兩個一直稱讚我 超美的 我沒給錢喔 不得了 不得了 等一下後面那座小哥可能會來跟我要電話 我已經想要吃檸檬口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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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就是我來韓國吃過前三名的東西 真的假的欸 因為我超愛喝湯 那很誇張 前三名之間 超好吃的喔 你說這樣一個人多少錢? 一萬四 超便宜 一個人一萬四 有肉有飯有麵 而且它的菜是像三 而且它的份量還蠻多的 你直接接我跟你們講大推 拜託你們來韓國玩真的要來吃 而且它就在木洞店旁邊 你們吃飽喝足就可以去逛街了 這邊有韓國的朋友 真的不一樣欸 欸你們喔 我每個月來喔 然後到時候我趕快發現趕快秒鐘說我 欸不要再來 吃飽囉 欸不可能來幫忙拖行李欸 我來這裡有當小公主的感覺 欸我要帶他們去 我最愛的現代百貨木洞店 欸重點是這兩個人來八年 然後跟我說他們沒去過那裡 今天有一位小姐帶了 新年快樂 全空的 我跟妳講 已經準備要爆買了是不是 不是 妳知道我每次去那裡我都超痛苦 因為我都會長到像我們昨天那樣 而且我每次來現代百貨木洞店的戰力 會是昨天的大概五倍 我已經準備好要看妳自殺了 我要來看 欸我跟妳講 你們不要抱太多期待 因為很有可能每次說到爆買的時候 就買這道東西 不會 我小心一點 沒有 只有買多跟買少 不會 不會喔 就是空手而歸的事情 好 我跟你們講 這個行程就是一氣呵成 你們要再逛街前就先來這裡吃飯 店名我再付給大家 因為我本人是不會唸 欸那間怎麼唸 我非常滿意 很讚 我準備好了 已經到了 進來我現在發現新大陸 因為這兩間店 Martin Kim 跟這個叫什麼 這兩間他們說現在是韓國最紅的 欸笑死不見了 我看毛姐妹裝 對明天誰穿 從這個影片開始截了 人色已經被我扭轉了 已經變成愛買的上班族 不是純錢的上班族 欸超好笑 沒有 不可能喔 來第一家不負眾望 跟我逛街沒有在空手的 好可怕喔 買了一袋 欸這個是最新的牌子喔 這個牌子我之前都不知道 非常好看 而且它是男女共用 對 我發現了 它沒有分姓比 很好看 那我今天要是帶他們來逛我最愛的櫻桃 我是資格三步路而已 對 它在花車打折 賣價現在 我要瘋了 他正在幫我裝袋 我覺得 看我買了多 我真的要直接塞行李箱了好多 超貨欲我買那麼多 欸不是 因為它真的很小 因為它真的很小 欸你可以 怎樣 換一聽 換一聽到這個 100萬 Sorry 我會再加油我還不夠長大 現在才第一家 這裡已經全滿 怎麼辦 我們再買一個新的 可以回家了嗎 還是要繼續買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還有歐還有歐歐 OK 跟你講這間很好逛吧 大家要來 大家要來喔 本地的金袋怎麼樣 對已經要 好好逛 這個牌都是聖地耶 是不是 而且你看這裡 那個小飛鳥的牌子也有 就是它可以逛的全部 都黏在一起 你想得到都有 這裡很適合不做功課的人 對 你現在來全部都 而且它全部都在同一區 你也不用分散 它也沒有 逛累了喝星巴特 對 姐姐他們剛好回飯店休息一下 我現在呢要走去找小浦 因為他們剛好也在宏大的附近 時間真的很難搭 但是就是剛剛還是想辦法抽空 所以呢 我現在要去找他們 他們在鄉圈那裡吃東西 所以今天好小姐 不可能 欸 我那邊就要回去了 謝謝 欸 不用為了我都要 他們一直說要多久一天啊 對啊不用為了我嗎 要嗎要嗎 我本來就8號才回去了 要嗎要嗎 怎麼大家都在這裡咧 好開心喔 欸有喔 我很怕 欸笑死他剛剛買了這個聖誕狗狗 人家已經關門囉 好 然後結果我本來認識小浦 他就讓我買了 Oh my god 超可愛 啊我學生很可愛 我買這個給你 這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啊我們同時在逛街都要買東西給對方 對啊好好笑 好浪漫喔 嗨大家現在普欣他們回去了 然後呢我現在呢要再走回去找姐姐他們 我們一起去吃個晚餐 然後呢我覺得來韓國這麼多次 我最喜歡的還是宏大這一區 因為我覺得逛的地方吃的東西都很多 然後店也都開比較晚 非常的方便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來韓國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住宏大這裡 我剛剛逛街逛逛 然後我就逛到超可愛的這個手機鏈 所以我就買給你們要抽獎 抽獎方式呢非常簡單 一樣就是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任何想對我說的話 或者是 欸你還想看我拍什麼影片啊都可以 反正就抽幾個送給大家喔 小小的心意 希望大家喜歡 每次來拍影片其實都覺得很感謝大家 就很多人都會說很喜歡看我影片啊 很喜歡看我買東西什麼 都覺得蠻感動 因為我剛開始拍影片 就是分享一部分的生活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你們喜歡 我很開心 所以就繼續買送給你們 哈囉 來了 晚上吃什麼 烤雞排 烤雞排 這個也很少人介紹 也算好吃 我沒吃過 而且它比較沒有那麼油膩 Oh my god 我愛 Go 姐現在要把我們捏反轉 她說平常都是她老公在捏的 對 而且姐跟我說她老公的夢想就是取到她 對 這什麼韓劇喔 她夢想就是取到我 而且她會記得我的身分證字號啊 然後我所有的什麼網站的密碼她都記住 欸你好幸福喔 難聽不講 欸不是啊重點是 你不要害大家這樣子就是會對韓劇有反應 沒有沒有它是我訓練出來的 養成計畫是不是 對養成計畫 我們在一起八年嘛 我就慢慢來養成 OK好我們跟妳講 正經是需要火鍊的 所以大家再給自己的男友一點時間 真的 嗯好正喔 不會油膩 嗯 好好吃喔 螃蟹拉麵 後面 天啊 後面都要吃豪華版 真的是不要這樣招待我欸 不回家囉 好的大家 我現在已經吃飽回來飯店了 來看一下今天的妝 我覺得算蠻貼的 就是但是T字這邊 可能剛剛吃東西還是稍微有一點 掉妝 但因為我今天完全沒有用蜜粉 所以我覺得整體還OK 妝效什麼都還不錯 吃妝度也還OK 然後眼下這邊有一點 稍微小暈 所以我明天可能稍微 還是會用蜜粉 壓一下眼下 我覺得我的眼皮 還是會稍微有點出油 其他的我覺得沒什麼大問題 底妝也還OK 好的 就這樣 大家晚安 第二天的爆買 我真的是今天有累喔 然後明天呢 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 其他的行程 再看怎麼樣再跟大家分享囉 先這樣大家晚安 掰掰